把这个一个什么联络处办公大楼给轰掉 美国不放在眼里 所以如果你说要叫这个金与正这么闹一闹 就警告美国你还要靠我 北韩那边又闹事 我看这个目的达不到 再说这个新的这个联络处大楼 我觉得也很搞笑 你这个既然是只是南北韩联络 你这盖一个大概有八九层高的新房子 你盖的这么华丽干什么 有什么好有什么好联络 联络就在板门店里头 那个办公室就有长桌子有饮品 对不对 也可以做个中饭就在那里联络好 你这个大房子就是搞假大空 看上去像北京的盘古大官 一定有酸奶玉食 有什么卡赖OK 有什么米芝林餐厅 所以这个南韩搞这些东西 本身就不切实际 一炮给弓掉 我不可怜 现在这种全世界这种左翼政府的世界 把这个办公大楼盖得很漂亮 然后嘴巴很会谈 什么达沃斯什么经济论坛 全是赤香喝辣 住的是五星酒店 然后这学者精英就练一通的这个演说 是国际大事什么气候转变怎么怎么 结果拍拍屁股回去什么事也没发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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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